大家好 又是我們遙控工房Channel時間 今天介紹的是什麼呢 你看到我們前面有這麼大箱子在這裡 當然是介紹這個新產品 我們今天會介紹的是什麼呢 就是這輛惠立最新出的593 滑泥車 如果大家之前有看到我們工房的影片 都會見過 其實我也有介紹過滑泥車給大家聽 我之前對上一輛介紹就是一輛雙鷹的滑泥車 我自己也做了一些改裝 譬如電邊 甚至他們的伸縮棒 也做了一些改裝的地方 我們今天介紹這輛惠立的話 其實也是市場上其中一個 出這些我們所謂的便宜的滑泥車的品牌 其實如果大家看看市場上來講 這種便宜的滑泥車 其實有幾個品牌都在做的 有對上我之前介紹的雙鷹 又或者今次介紹的惠立 另外還有一間叫同力 有三間都在做的 另外還有一間就是這個Dycast Master 它也有出一些金屬的 也是類似滑泥車 但是本身製造的那些廠 其實也是他們這間公司製造的 另外香港 在這個玩具翻譜城 也有賣的一間叫Cold Concept 的公司 其實它也在賣雙鷹做的滑泥車 所以那些我會歸納到雙鷹 其實這一類型的 我們所謂叫做搖控滑泥車的市場 以前這樣計 通常我們在玩的滑泥車 都是比較貴的 就是萬多元一格 原因多數是他們的車 是用一個液壓的形式來做一個控制 變成整個價錢來講 因為我差不多都說價格上萬元 對於很多想玩滑泥車 或者加入這個行列的朋友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心理關口 因為始終我要付萬多元 萬六七元 除此之外 付了萬六七元之餘 不是說付了萬六七元之餘 就搞定了 你還要自己去砌 又要買一買內的配件 很多時候萬六元的話 只是包括外殼給你的 即是金屬外殼 裡面的東西你還要去搖 所以對於想玩工程車 或者玩滑泥車的朋友來說 其實是蠻難的 這類平價的滑泥車 正正填補了市場上的空間 有些人我其實很想玩搖控滑泥車 但另一方面來說 我又不想付萬多元去玩 另一方面還有一個原因 例如我玩滑泥車的話 我可能未必是經常玩的 可能我偶爾跟貨櫃車放在一起 去玩一會兒 很開心的 即是如果你硬要我付萬多元的話 我覺得會有好慘 但這類平價的滑泥車 首先是便宜 價錢來講 由三百多元 至到我這次介紹的這架 六百多元都有 有些再貴一點 整個車都是金屬的話 千多元都有這類的價錢 可以買得到 所以大家可以容易入手的程度 就高很多 我這次做開箱的品牌 就是匯立這架 其實匯立之前也推出過這架 另一個模特兒 名叫592 這架叫593 為何會由592變成593 當然在功能上有分別 才會有這個改變 我們今天就開這架車給大家看看 先不要說太多 馬上開來看看裡面有些什麼 這次匯立的包裝其實挺厲害的 有手抽給你 但當然它不是真的裡面有一個盒 但相比起 這個雙英那類的品牌 包裝來講的確是漂亮很多 感覺都高級一點 好 先拔一下車 拔出來了 它就用法寶膠箱保存著 平時我玩完之後 也可以下來做一個收藏箱 收好它 打開之後 就發現有這個說明書 介紹這架車 它說這架車有22通道 那我稍後掃給大家看 其實是否真的有22通道 好了 開了這個盒之後 然後又要打開它裡面 就要這樣 好 打開 搞定 那這架就是這架 那架不滑來 感覺上就這樣 看上去 感覺都很好 不錯 車也都很重 我們把它放在這邊 那除了這架車之外 裡面還有什麼 當然不少是遙控器 充電器 充電器 這個充電 就用來充電 充電器 這個充電器 很明顯 就比起我們之前 玩開其他那些 那些 華麗車大舊很多 所以 所以相反來說 它的容量也高很多 而且我檢查到這個電池箱 其實裡面的內容 都很大 即是說我可以放一個 更大的電池 都可以 立即看看這架車的細節 CFC 593 相比起之前592 其實最明顯的分別地方就是在這個臂的地方 上一代的592 這些位置仍然用我們之前介紹過的齒輪Crush的形式 例如某個位置摺得太麻性的話 就會響的比較便宜的齒輪形式來控制這隻臂 而這次的593 最大分別的地方就是這個位置換成C肝的形式 它透過C啞筒去控制滑鼻的上下動動 兩者有什麼大分別呢? 正如我剛才說的 如果用Crutch的位置摺到某個位置會卡卡卡卡的聲音 其實對於滑泥的動作是不夠力的 但用了C肝的話力度會高很多 所以我之前自己都把我現在的Vovo 也都把這個本來用Crutch的形式改成這個 我們叫做伸縮桿 令它的滑掘能力高很多 還有力水和動作會漂亮很多 而這次592改成593 這個地方是會最明顯的改變 這輛匯立的593 在外形上是參加哪一輛華麗車呢? 如果大家記得我之前這輛 就是拿了Vovo授權 就是在走EC160E 但這輛其實它也是用了Vovo的外形去做 但它沒有拿到license 所以它沒有放到license的名字上去 實際上來說這輛其實是一輛Vovo EC950的外形 如果大家對Vovo的滑泥車比較熟悉 都知道950這個系列是一輛比較大的滑泥車 如果縮到這麼小的話 究竟它的比例是大約多少呢? 它本身來說它自己賣的時候 它就說是1比14 但實際上來說絕對不會是1比14 所以估計它的比例應該是1比24 多於1比14 不過雖然它的比例是比較小一點 但它的細節度絕對沒有抹褲 相比起我剛才說的我自己那輛EC160 其實它的細節比例和細節上來說 是更加高很多 你會看到整隻臂的設計和細節度 是高很多很多的細節之餘 車身也是有很多細節的 即是你會看到整個外型絕對沒有抹褲 我會覺得以它本身賣的價錢 600多的話絕對是交足功課的 另外這輛車的話 錄上手呢 我不算它本身有沒有下電或者其他 整輛車的重量非常之足 真的非常之重 雖然它的鼻子全部都是塑膠 車身也是塑膠 但車身非常之重 我相信它滑起泥上來 會不會像之前那樣 會不會像之前那樣 撅起那類的話會少很多 不過它這輛車的這些管 和之前那輛車是有少少分別的 它有所謂叫真喉 亦有所謂叫假喉 什麼叫真喉呢 因為它這兩隻臂是行屍乾的 所以你看到這兩隻的話 這個電線是一條真的電線 真電線來的 所以應該不會有斷的問題 但在這些位置這樣的話 這些仍然屬於所謂假的電線來的 變相來說 那段時間會不會像雙鷹 或者其他之前牌子一樣會斷了 暫時未知 但至少知道的話 它是有真的電線 亦有假的電線 例如你將來有一天 你發覺電線斷了的話 那就可以很像我之前 弄的那一輛車那樣做法 把電線換成彈弓 這樣就可以換掉它 我相信大家 最多人最多人想知道 究竟這輛車的功能是怎樣 那我就說一說它的功能 給大家聽 其實玩法和方法 其實跟之前都差不多 但是因為它裡面 有個結構上的改變 還有剛才我說的 它的施桿上面的東西 或者它的櫃子已經不同了 所以玩上來的感覺 都蠻不同的 還有那個叫做 功能是強很多的 那首先第一件事 我會說回 例如它的電池盒 因為它的電池盒 其實都蠻大的 那你見到 我現在用這個電池 就是去原裝我的那顆 這顆電池 我想是已經用 Lithium Iron 比較大顆的電池 所以它的空間 你見到放進去之後 都蠻厲害的 但是另一方面 因為它的空間 其實都蠻大的 所以如果我們想 放大顆的 Lithium Iron Pro 電池 其實是可以的 而且它這個 本身已經在行7.4W 譬如說 你剪了電線頭 換回我們 就這樣放到迷你的 XT30 T插子 XT30插子 或者T插子 其實是可以用得到的 而它這個車的功能 我可以這樣說 同一般滑泥車 不會有很特別的功能 但是問題在於 有些跟平價滑泥車比起的話 其實它的功能是強了很多 我示範給大家看 第一個地方 大家記得 我剛才說過 這個位置 它會用一些絲乾 所以它的力量是好很多的 而且它力量好之餘 它這些絲乾 它的前後位置 也會停止 即是到盡安位置 它就會自己會停止 就不會在那裡死 沒有了一種 譬如說 你外面自己改的那種 不懂得自己停止 會導致它死拖 會掃裡面的啞的問題 所以是挺好的地方 另外這個 這個滑泥車 你會看到也是 都是用了絲乾 所以力量很足夠的 你會看到 聽這些聲音就知道 但去到同一道理 去到最尾的時候 也是會停止 另外一個地方 如果這兩個地方用絲乾 這個位置 最主要就是大鼻的動度 是怎樣 是否仍然用crutch 我們示範給大家看 這個位置 它是不是用crutch 所以你會聽到 ולone 沒有咳嗽聲的 沒有咳嗽聲的 但是 我又可以把它摺起來 一點點 真正正可以做得到 頂起車之餘 兼隔的感覺 例如你買一些比較便宜的那類 二三百元那類的話 這個的話通常都是用Clutch的話 上到這個位置基本上是不會頂得起的車 兼顧這車其實比起那些車是重很多的 聚首很多的 它可以這樣頂起的話 即是說它這個位置的馬達 頂起的力量其實是非常足夠的 另外除了這個之外 我又有一個功能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它關於這個轉的位置 一般來說這類的車的話 如果是便宜的 左右轉的話 這個平台轉的話 通常都是說是二百多度 超過三百六十度的轉 兼顧可以左右來回轉 沒有了之前平價那類的話 轉到某個位置的話就會停的情況 其實這一堆功能 惠立其實之前出過另外一部車 是有同樣的功能的 那一部就是金屬版本的一部車 但是那一部賣的價錢是一千多元而已 而這次的價錢只是對上一半 大概六百多元人民幣 所以相比起之前金屬版本的話 其實便宜了很多 但是功能強了很多 那當然啦 惠立的搖控器的話 就是這隻搖控器 變成感覺上來講 好像不太專業 但是將來你說會不會拆開裡面 改造比較強的功能呢 這個我覺得 大家看了我之前的影片 都知道其實是可以改這些功能的 那另一方面的話 它的功能來講 它跟這個雙鷹有些不同的地方就是 雙鷹的話 這兩個這樣的桿 通常是用來做前或左右控制的 但是呢 在這架惠立的裡面 它這兩個是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控制的鼻子的挖掘 和那個平台的轉動 而它的車子向前向後 就要靠這兩個 譬如說它要向前向後 按著這個 或者按著這兩個按鈕 來向前向後 如果我要調轉的話 就會這樣 感覺上來說 就比較像 有些專業級的挖泥車設定 但是我同樣的道理 譬如說你不喜歡這個設定 將來你可能換了底板 就做其他的轉向設定 都可以 但是它這架車的話 控制方式和雙鷹 是有少少不同的 改了這架車這麼多功能 其實在說明書上面 它就說這架車有22通道 但實際上來說 究竟這架車有沒有22通道呢 可以數給大家看 其實這架車如果當你一個個通道計 譬如說這個左右 前後一個通道 左右前後一個通道的話 這兩支波棍 理論上是有四個通道的 然後這個就是什麼來的 聲音來的 按一下關掉它 我免得吵到大家 所以就關掉它 然後這個是第五 另外這個是燈來的 它這個車裡面有燈 閃閃發光燈 會亮燈或者關燈 如果你不需要的話 就沒什麼所謂 就變成了四個六個 而這兩個的話 我就這樣看它 就沒有任何功能可言 好 接著這個七個八個 實際上來說 這架車其實 我想可以這樣說 這架車可以用到的功能 其實只不過是8個通道 即是未如它 好像它說明書裡面說 有22個通道那麼多 順帶一提 其實這兩個按鈕 又不是完全沒有功能 如果你買其他便宜的華麗車 你會看到這隻華麗鼻 它可以變成一些 譬如說鑽嘴 鉗 那類的東西 同樣道理 這個位置 亦都預留一個洞 給你用來插 那樣東西 但是這一格的話 我估計要換那個鼻 相比起之前那些 可能會麻煩很多 至於換不換的話 這個我想你就要想 但是 只不過它也是多一個通道 而已 說了車這麼多功能上面的東西 在這個時候 當然要試一試車 究竟是怎樣 那麼 我現在又在228那裏 試車 今天就 拿了這個 拿了這個車過來 來做試 我們給大家看看 究竟這架車 相比之前那些華麗車的功能 強多少 我們可以看看 我們現在就試一下 究竟這架車的功能是怎樣 剛才說過 搖控器的操作方式 就是這樣 向前 向後 就要靠這個來控制 向前 向後 就不再是用棍子的 但是當然 將來有一天 譬如說你拆了搖控器 你換成自己 怎樣做 都是這樣換 可以用到運控來做 這就是另計 至於它的轉台 剛才也示範過 就是這樣去做 但是最關心 我想大家最關心 就是它的滑掘能力 就示範給大家看 究竟它的滑掘能力是怎樣 首先 首先 要先打開大鼻 打開這隻大鼻 然後 一下 打開 打開 很明顯 力度高很多 然後 然後 修 修 修這隻鼻 剷它過來 然後 再上這隻鼻 再上 的而且確 不是用它的方式 即是像上次控的方式 感覺上 會比較 是 有點難掌握 一點點 但是你會看到 它滑那一下 力度 其實已經高了很多 它滑出來那一下 也很明顯看到 是多很多東西 好了 整體來說 其實它一定是比之前的滑泥車 平價滑泥車 可以滑到的力量 是 除了 每個 unconscious 有些哦 那些 都好 很難 有哪個 好 是 的 有 車輛的意見 這題也說了 我先說自己關於這輛車的意見 首先要說回 其實匯立這間公司 做這些滑泥車 雖然表面上 大家認識的匯立 通常出一些比較便宜的 滑泥車的牌子 但實際上匯立 有出到一些比較高端的 滑泥車的 例如其中出的一個品牌 是出一些比較高級 逆壓的滑泥車 價錢差不多 8-9千元 9千多 甚至1萬元 所以對於低端 或高端的車設計 做的方面 做得不錯 所以我們會看到這輛匯立 593 雖然它其實只不過是 592的升級 但問題是 各方面的細節 外觀性 其實都很漂亮 唯一我覺得這輛593 比較大的缺點就是 比例上 始終來說 這輛車 這個尺寸體積 其實已經比我 那輛EC160 已經大了 但是 它的比例 仍然不是我們平常玩的 1比14 它只是1比24 左右的比例 只是你看到 這個公仔 擺不到的問題 變成 如果我擺在貨櫃車上 其實感覺上 整體不太適合 雖然純粹從一輛車 只是一輛車來說 它這輛車的外觀 是滿分的 功能上也不錯 但是比例 差了一點的話 就變成 比如說 玩開工程車 或貨櫃車的班 就會覺得有點缺陷 但是 譬如說 當你撇開了 別離開其他東西 純粹說 當我想試試玩滑泥車的感想 我會覺得這輛匯立的593 會是一個挺好的 入手的入門車 因為功能上 的確比我們平常買的 兩三百元的玩具級 已經好很多 滑泥能力也高很多 已經不像我們以前說的 那種玩具感的感覺 會好很多 所以我會覺得 如果你想嘗試買一輛 又正經一點 又玩得不錯的滑泥車的話 我覺得這輛593 是一個挺好的入手 至於你之前 有玩開其他便宜的 譬如說 有玩開雙鷹那隻 像我一樣玩開雙鷹的話 因為搖控器的操作 始終來說 是有一點點分別的 所以變成 操作上 是需要有時間適應的 但是將來的話 譬如說 我要拆開了裡面 我要換回底子控 譬如說 換回PL18來控制的話 其實我覺得 也是OK的 甚至這樣說 其實它比較高級的 那個版本 CARBONLINE的版本 其實它有出到 跟PL18一起賣的版本 所以我會覺得 如果這個車真的要改 其實應該也不難的 當然 他們的車的話 就不像雙鷹一樣 雙鷹拿了VOLVO版權 它那些車只可以 叫做 樣子是相似的 就不可以 加上他們的Logo 我覺得是比較遺憾的地方 其實它本身來說 除了這個 匯納這個品牌之外 其實它也不是說 叫做 完全沒有LICENSE的版本 譬如說 DICAST MASTER 其實實際上 都是由匯納推出的 所以它可能在 譬如說 拿那個LICENSE 它就用了 這個DICAST MASTER 就是出CAT 但是其他那些車的話 它就沒有落到版本 包括 還有那些CAPONLINE 那些 其實也都像很多外面 不同品牌的 華泥車 但實際上 它就沒有拿到 它的LICENSE 那麽 那麽今天的介紹 基本上就是這麽多 如果大家 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 又覺得好的話 那麽記得 按個LIKE我們 還有記得訂閱 我們的頻道 最緊要最緊要 就是 開啟提示 每一次有新版 每一次有新產品 就會第一時間 告訴大家 另外 如果大家今天看完這個影片 之後 又想知道多些關於這些 遙控華泥車的事情 甚至舉個來改裝的事情 除了可以看回 我們以前遙控工房頻道的 影片之外 亦都可以去回我們 遙控工房的 討論區 去回我們MIV 又或者去回我們Facebook 進一步再做這個討論 那麽今天的分享 基本上就是這麽多了 那麽希望很快 有新產品向大家介紹 那麽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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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